我现在在成都的巴黎庄地铁站 巴黎庄地铁站的滴口 刚出地铁 对面有个电源 票已经买好了 12点10分的 它这个电源和普通的电源不同 可以躺着看的 可全躺是床厅影城 看哪步呢 飞驰人生看过了 第20条看过了 看这一步 周初除三汗 今天是3月2号 昨天3月1号刚上映的 片长是134分钟 黄庄甫导演的 演员有 鸾经天 袁富华 陈一文 王靖 看一下简介 通缉犯 陈桂林生命将近 却发现自己在通缉榜上只排名第三 他决心查出前两枚通缉犯的下落 并见他们一一除掉 电影的名字引用的是 周初除三汗的典故 鉴于禁书周始传和事说新语 据记载啊 少年周初身形魁梧武力高墙 却横行相礼 为林伦所宴 后周初啊 只身斩杀猛虎捏骄 他自己啊 也浪子回头改邪归正 至此三汗皆除 影厅的布局 我选的是四排中间的位置 一买呀 要买两张的 因为里面是一张一张的床嘛 一张床上啊 可以躺两个人 这么一张床的票价是79块吧 卖豆花和凉面的 老板两面多钱一份 两面八月 行来一份两面吧 煮吗 这样吗 稍放点吧 豆花多少钱 豆花六月 那再来一份豆花吧 14块钱 正好遇到卖小吃的 那就吃点小吃吧 找一下店鱼 店鱼院在中环汇二栋 负一层 这是四栋 你要问一下二栋是在那边 这附近有个店鱼院吗 前面嘛 那个地方 好了好了 谢谢 看到了 爆米花研究所 应该是这里了 吃饭 面的分量还挺大 带一丝丝甜 挺好吃的 就是这个店吃啊 稍微点凉 豆花 加了这么多料 咸豆花 这里也比较喜欢吃甜豆花的 也就是北方的豆腐脑 很嫩 取电影票 VIP5可全躺床厅 这个 看完了 店鱼院里就我自己 给大家详细 看一下影厅内的布局 这个是和情侣一起来看 电影剧情啊 非常不错 鞭敬天 演技炸裂 最近呢 看了五部电影了 这边是个文创公园 红仓 完美文创公园 利用以前的老厂房啊 改建的 这里我还没来过呢 转先这里 然后简单说一下 最近看的五部电影 我个人觉得最好看的 是韩韩拍的《飞驰人生2》 讲赛车的 剧情非常紧凑 既好笑又赶了 接着一拍的 大家看之前呢 可以先把一啊 看一下 第二个看呢 就这一部了 讲人性的 看完了 感触颇多 第三是年会不能停 这部电影啊 不是在电影院看的呀 另四部都是在电影院 这部是在手机上看的 大鹏主演的 讲直场的 好笑又有深度 第四是张艺谋拍的第二条 张艺谋啊 是大导演 我感觉应该 多拍一些引领中国电影行业啊 往前走的电影 如果这部电影啊 是不知名的导演拍的话 我可能会拍第二名 或者第三名 第五部 贾铃拍的《乐拉滚烫》 感觉这部电影啊 不太像电影 像《生活尾唠格》 很一般 转出来了 这个《创业园》 应该是新建的 很多地方还在施工 行 这个是比那 就拍到这里吧 好看哦 好看哦 感谢观看